娘 娘 我们回来了 正准备出门找的沈渊 看两个孩子迎风跑回来 小脸蛋儿通红一片 手里啊 颠着一大串各种颜色的鸟 看来今天一上午抓这些去了 没想到就一个婆罗就可以了 眼神不自觉地看向厨房里那个胖胖的女人 乔景文感受到男人的目光 也就对上去了 很快 两个人就尴尬地岔开了 哇 你们两个小不点儿真不错啊 一上午时间抓了这么多鸟啊 给你们点赞 哎 花彩雀音 乔景文看着孩子们跑了过来 手里抓的一串小鸟特别醒目 赶紧给他们将身上的血都拍了下来 眼神不自觉地看向里面的一只肥鸟 就好像掉进了彩粉盒里一样 哇 花彩雀音爱 好漂亮的肥鸟啊 知里 赶紧找个笼子过来 乔景文前世只在短视频上刷过 一直对他念念不忘 这超高颜值简直太好看了 给花彩雀音放了一点吃的还有水 逗弄了两下精神奄奄的肥鸟之后 一家人开始午餐时间 一家人开始午餐时间 不出意外 报酬鸡杂受到全家人的喜欢 知书小朋友不可能吃辣 都能够扑吃地吃下两大碗的糙米饭 中间啊 也不知点中他什么敏感点 又掉了一些筋豆等 知书 知书 我们家今天中午有肉吃 可好 隔壁徐家的牛蛋端着新池时上门炫耀 可花还没说完 就被厨房的香味给压下了话 哇 很明显 自家娘亲做的菜 就是没有人家娘做的好吃 自尊心受到伤害的徐牛蛋 当即精神崩溃 哭了出来 前后 不过三十多秒 徐牛蛋就消失在沈家众人的视线里 四人相顾无言 迷茫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可是 胖蹲蹲的徐牛蛋 跑步的姿势 还是逗笑了大家所有人 饭桌上的气氛好了不少